打开蒸笼拿出小猪造型的流沙包 立刻端上桌要趁热吃 但疫情期间都只能点外带 对于7月12号可能有机会违解封 不少餐厅也摩拳擦掌再准备 要内用的顾客进门少不了凉额温 喷酒精检查实名制 餐厅还在桌上准备新法宝 为了减少顾客和员工用餐 业者摆上公仔 只要少QR Code就能不走动点餐 而原本餐厅内用可以容纳26个人 若违解封会调整10人 在夜时间也有变化 从全天后时段调整中午和晚餐 两个主要用餐时段来接客 一定要先在门口排队 然后我们来安排周围 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安全吧 客业局的理由就对了 就是卫生日式一定要有 要保证他们要保证我们 餐厅有机会违解封 隔板需求量大增 压克力厂也忙翻天 这个都是一些连锁餐厅 提早预定的隔板 店外堆叠好几层压克力板 走进店内 老板也是赶着要出货 拿着压克力切割 有不同厚度和大小 因餐厅客制化 还加码用电动化来裁切 比之前当然是多很多 都很多倍的数量出来 尤其是餐饮业部分 餐厅的话数量都是几千片 在定着这样子 业者表示疫情期间 定制隔板比去年成长多十倍 面对有可能违解封 餐厅准备好防疫必备用品 给顾客安全的用餐环境 为降级做准备 观光局也针对风景区 拟出违解封草案 封闭性景点 像是旅客中心开放营业 只能外带禁止内用 但开放性景点 不再驱离游客 改为加强巡查 呼吁还是要戴口罩 另外停车场开放 不过会做车流管制 过去这种强制蓝车开阀的措施 未来将改采柔形劝导 有点类似这种远景 戴着手板宣导防疫的方式 观光局着手做准备 开放景点 让旅苏业者做好准备了吗 围解封真的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因为可以做生意了 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事实上能不能来这么多人 照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 景点为解封 那游乐园呢 目前恐怕还要再等等 因为游乐园属于八大娱乐场所 得等到降为二级才能开放 虽然为解封确切时间执行方式 都还没正式宣布 但台东的夜市摊商已经开始做准备 毕竟因为疫情停业 依旧终于能看到一丝希望 三十五黄国瑞王浩元侯采访宜兰台东采访报道